妙神状言 净土妙神神语 善文语舍方语 净土的妙神是什么 我们无量受尽最后一品牌的妙音 就是净土的妙神 纳慕阿弥陀佛 这一句名号 这一句名号 并伐界虚空界 听到的人有福了 一列耳根永为道主 他听了这一声 他跟阿弥陀佛就有缘了 虽然这一声这个缘不成熟 还要搞六道轮回 但是他跟阿弥陀佛有缘 有了关系了 那我们就晓得 来生后世 应远成熟 这个种词就起作用 肯定 居足幸运心 居足善根福德应远 他就往生去了 所以我们 我们 在应对 人事方面 一定要学阿弥陀佛 宽宽 宽宽 大量阿弥陀佛 念佛的人还造作种种罪业 不要去设备他 跟他往来 欢欢喜喜 也不必劝他 为什么 业障重啊 他回不了头 随他去 等到他业障消掉之后 他智慧先前 那个时候 可以劝到他 业障习气没有效 不能劝他 他不能接受我 不能接受跟他做朋友 绝不得罪他 老师教学生都不意外